各位外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上一节我们学习了下拉框JavaScript的插件 那这一节我们学习选项卡的这个JavaJS插件 那什么是选项卡呢 那我打开我的电脑工具选项 这个文件夹选出一看 我这有三个选项卡 点常规这是常规的内容 点查看这查看内容 点搜索这是搜索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的选项卡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思维导图 那首先我们看选项卡的组成和布局 那刚才给大家看这个例子 那选项卡的组成的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单击的这个查看常规搜索 这是选项卡 那底下这个是个面板 当我们点查看的时候是查看面板 点搜索的时候就搜索面板 所以两部分组成 所以这个选项卡的这个布局的时候 我们在布局选项卡的时候 也用两部分来组成 好那我们打开HBO点 那新建一个CHweb项目 叫CH24 把先前的BOOSTRAFT的这个 CSS JENS都考过来 好弹幕01弹幕01呢 这个先删掉 好我们看首先做选项卡 选项卡呢 那我们用UR来定义 它其实是个档号 那我们用NAV 然后NAVtab NAV有很多种模式 有胶囊的 有tab的 就是这个选项卡的 这些下我们已经讲过 RI 这些下转称项卡 第一个呢 比如说我们叫搜索 搜索呢 给它一个样式 给它一个样式 好 先把这个选项卡一下做出来 让我们再来一个常规 好 再来一个 就说查看 好 我们先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效果看一下 对 保存一下 demo01保存一下 好 你行 好 注意 这是三个小项卡 那我把它放到底下来 那我把它放到容器边去 加一个DIV class container 给个container 好运行 好 这样的一个选项卡 那这只是出现了 我们将来要点搜索 就在搜索里边出现一个对应的面板 点常规 常规里边有个对应的面板 我们把这面板要什么呢 对应的给出来 那么看怎么来定义面板 那选项卡 那选项卡呢给大家讲过 这个呢 是 选项卡 接下来呢 我们定义面板 好 我们定义面板 那面板呢 我们用一个DIV来定义 class 那面板呢 我们这有个样式叫type content 注意当你点搜索搜索对应的面板 常规对应的面板 所以这地方我们应该出现三个面板 DIV 每个面板 我们设定type pen 表示它是一个什么呢 具体的面板 那面板里边我们有内容 搜索 面板 面板里边呢 我们将来可能要给很多内容 给多点内容 好 Ctrl C Ctrl V Ctrl V 我们有三个面板 这个面板呢 我们叫 这是搜索面板 接下来我们 来 这个叫常规面板 好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这呢是我们的查看面板 Ctrl C Ctrl VVV 这是我们的常规面板 查看面板 那美个面板呢 我们给他定一个ID ID叫pn1 ID叫pn2 ID 但是我们用行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面板你默认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将来要当单击这个超列阶 单击这个A标签的时候 我们要和面板什么的关联起来 那我们看怎么来关联 好这地方我只是给大家讲了 这个选项卡的这个布局 它组成布局 接下来我们看它声明师的用法 我们可以增加data属性 data自定义属性来处发这个什么呢 处发这个选项卡的这个JS拆架 好第一个选项卡呢 我想让它默认选中 所以加一个active 第一个面板默认选中 这个地方加一个active 那第一个面板默认就是什么呢 写实了 默认写实了第一个面板注意 搜索面板默认写实 那给它也加一个class classactive 这样搜索默认选中 这样太合适了 这个选中我先不要了 这个机会先不要了 那如何把这个选项卡和面板进行关联呢 注意我们这样来做 当你单击搜索的时候 我们要写是pan1这个面板 所以呢超列阶的目标也是这个target 你没有href的话 我们是data target等于什么呢 pan1 这个呢是常规暖pan2 查看呢是pan3 那我们还要给这个a标签加一个属性 class 不是class 加一个data togo tab 用这个自定义属性 来处罚我们这个javascript事件 也就是加上这个data togo属性以后 当你点击这个 呃 选项卡 系统才会把对应的这个面板给你显示 或者隐藏掉 好 明显一下 看一下 那么点常规 常规面板 点查看 查看面板 搜索搜索面板 好 这是我们用声明式的这个用法 这个面板呢 这个导航呢 我们可以用 呃 nav 就是这个tab就选项卡这种模式 也可以把它换成什么呢 呃 胶囊模式 那我把这个demo01复制一下 复制 demo02 好 确定 那我们不用navtab 我们这用一个 navpulse 胶囊的这个模式 那当你选择 data toggle的时候 就不再是tab了 我们就是pile control c control v control v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效果 选择搜索就搜索 选择常规 查看 当然你可以对这三个diy 加一个样式 加个样式 我现在也先不加这个样式 好 这是我们用胶囊的方式 那为了让这个面板 切换更平滑一些 我们可以在面板上加一些什么呢 啊 动画 比如说 fade in fade 就有些戒变的这个效果 但是看不是太明显 面板里面内容多的时候 大家可能什么呢 看明显一些 好 这是我们这个 选项卡声明式的这个用法 那么接下来再看 JavaScript的这个用法 好 我们再把demo01复制一下 这个我们叫demo03 看一下js用法 打开demo03 我们现在把标签上的这个 data toggle 自定这个处罚js 这个世界取掉 取掉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就没有效果了 要是点它 这个面板不进行签换 那我们想用JavaScript 编程的方法 让这个 呃 点对应的什么呢 选项卡 显示对应的面板怎么办呢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用 Script Language JavaScript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JQuery 这个相当于就是 页面加载完以后 要执行什么呢 unload事件 好 那么现在打开我们的 boot.css中文手册 找到我们选项卡 标签页啊 这个怎么用呢 就是这样用的重要 Useage 教你这样用 所以把这一段呢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就行 那你要给谁 加这个事件呢 记住 我们一定是给这个A标签 就是处罚事件的这个 组件是 超连接A标签 所以呢 我们要给 找到这个A标签 那如何找到这个A标签呢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类写则器有NAV 和NAV 有NAV的吧 就类写则器有NAV 就是UR 那NAV里边的A标签 选中了它 给它加个clink事件 当单击的时候 做什么呢 写掉用这句话 E. Provint default 然后用$this 就是单击了谁 这样就是谁 然后再用type show 好 我们用形象看下效果 我单击常规 查看 这样就切换了 那为了让大家看明白一点呢 我再加一个按钮 给大家单独做一下 这给个button tap button 显示常规 显示常规 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当我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就把常规标签下 显示 这个 选项面板 显示出来 id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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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有 运行看下效果 当我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相当于我要点击常规按钮 要做这个事情 看要怎么来实现 那首先呢 你要单击的是常规按钮 所以给它加一个clink实键 $ id 选择起锦号开始 show show delclink 一个回到函数 当你单击常规按钮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需要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地方给它加一个id 加一个id 常规 那么就是dollar 锦号 调用这个按钮的tab tab里边给一个什么呢 show 就是显示它对应的tab面板 好 你点显示常规 就相当于你点的常规 所以这个例子呢 让大家看懂 就是我要显示这个面板 其实我不是调用这个div 直接让它显示 而是做什么事情呢 而是调用这个面板 对应选项卡的tab方法 给tab方法加一个show 就可以了 那这大家记不住的话 人家那个 这个中文手册上 给大家写的有对应的代码 用就去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mytab mytab你自己定义什么呢 选择起 就是我们的导航 就UR 在UR上要定义 然后tabshow就对应的 显示出来 afirst 第一个a 最后一个a 这是第二个a 第三个a 好 那么 Java 世界 调用 讲到这 接下来 这个方法 调用 讲到这 就是JS 调用这个tab 讲到这 那接下来我们看世界 那同样的 当这个 选项卡 你也把 给你显示 刚 刚显示和 完整显示之后 会触发 这两个世界 这两个世界 这是刚刚显示 完整显示 刚刚隐藏 完整隐藏 会触发这四个世界 那世界怎么用呢 这也给了一段代码 那我还是给大家做个例子 看一下 那把 demo03复制一下 copy 把demo01复制一下 复制 我们叫demo04 好 打开demo04 好 先用进下 demo04的效果 就是正常的一个 选项卡模式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我底下给个div吧 或者p标签 最底下给个he吧 标识 我在这做个标识吧 好 眼睛看一下 就是 当显示和隐藏的时候 我给标识 加点背景 或者文字改变一下 来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发生 好 给它取个id id 等于 test数 好 我们写一个 javascript 代码 script 标签 language javascript 用jquery 所以我们是 function function on 那这个世界怎么加呢 我们找官方的这个数册 好 把这段复制一下 copy 放过来 那a data togo 等于tab 什么意思呢 就是选择所有的a标签 并且a标签有data togo属性 data togo属性的指示tab 那就相当于这个选择器 选择了这三个a标签 那三个a标签呢 on 什么世界呢 就是show bs tab 就是 当这三个选项卡 对应的panel 显示 对应的这个面板 显示以后 就处发这个世界 处发这个世界 做什么事情呢 做这个回答函数 function 做这个世界 那这地方呢 定义了给了两个值 一个是 1.target 一个是1.relate target 这呢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 当前是第一个选项卡搜索 当你点了常规以后 新选中的是常规 那前一次选中的是搜索 就是得到这两个对象 那么现在我做一个解释 那dollar testshow 警号 testshow .html 给它设个html 我们写一个写式了 就当面板写式的时候 我把它的文字改成什么呢 写式了 但你点其他的也都是写式了 这样吧 我加一个 你选择了谁 我把谁的汉字给写出到这个地方 this.innerHtml 当你单了单击了这个文本 它的innerHtml就是搜索 单击了它 它的innerHtml就是常规 那么再看一下 但你查看 哎呦 不对 没有变 那Html 这个Html是 Html是我们接块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这个地方可能不太好使 那么就是这样说吧 innerHtml 就等于 这样来做 做个负值算 哎呦 这个也不起作用 test 说点 innerHtml 这里边我发现 有些那个接块的这个方法 还不太好用 嗯 这样吧 我还是给你设一个 Html吧 看一下Html能不能用 看这个方法 对不对 写测一下 好 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 可用的 那么再定一个边量 你当前选 叠了谁了呢 主要当前叠了谁 我们用 不知道当前 组件是谁 那var将要受的target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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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 就等于1.target 点 innerHtml 然后把new object设成 设到这地方 new ob 好 这样试试 好 点了常规 查看 搜索 那 1.target 就是 你当前激活了 哪个选项卡 你当前激活了常规 那返回的就是这个对象 当前激活了查看 返回的就是 这个A对象 这是1.target 那还有一个对象呢 叫 还有一个对象 叫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上一次 就是前一次的那个 前一次被激活的对象 这脑不做也是的 大家自己去试一下 那比如说 我现在 单击了搜索 单击常规 那当前激活的是常规 那上次激活的是搜索 所以同时 这世界可以 呃 渐轻到两个对象啊 这两个对象 这两个对象也可以直接使用 这是他这个世界的这个 渐轻 好 选项卡呢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这一天 我们就能够